針對十六號陶晉英所主持的 大學生了眉電視節目中 邀請來賓說笑話 而笑話內容 以山地部落女人 就在家裡遊手好閒 等親服歧視性言語 直接衝擊了原住民社會 誤導了民眾對於原住民族認知 臺南市議員蔡玉芝 曾秀娟 召開了立即停止污名化 向原住民道歉記者會 認為在該節目中 原住民族嚴重遭受污名化 讓原住民族人非常不舒服 也許講的這個人他是無心 他也許是講究這個效果 但是在我們族人的感覺 在近幾年一直這樣子的被污名化 所以我們的感覺是非常的不舒服 尤其是在母親節的前夕 在講這種事情 對我們的族人的媽媽們 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傷 節目中為了達到節目效果 對於原住民族的言論未加把關 市議員曾秀娟痛批 這已經傷害到原住民族的尊嚴 製作單位對於這樣的言論 居然還公開播放 臺南市族群事務委員會 對主委馬耀比後更提到在母親節的前夕 聽到這樣貶低原住民族的 所謂笑話用來增加節目效果 譴責該節目非常不應該 其實講笑話是很快樂的事情 但是如果這個笑話裡面有刻板印象 甚至有歧視的時候 這個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特別是笑話裡面有講到特定的族群 講到原住民如果又是負面的話 這笑話非常不好笑 如果這笑話裡面又有性別的歧視 又是講到女性對女性不好 有負面的笑話的話更不好笑 特別是在這個母親節的前夕 施議員與主委一致要求節目 製作單位對於歧視與嚴重傷害 原住民的節目內容 應該公開說明道歉 也要求主管單位NCC 一定要認真的糾正 這種充滿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的不當節目 記者母丁 臺南市採訪報導